《 狂野歷險》 PlayStation 系列的經典遊戲《狂野歷險》 最新作《狂野歷險 百萬回憶》 在手機平台上推出囉 以往的《狂野歷險》採用的是回合制戰鬥方式 這次為了配合手機的特性 將遊戲方式改為即時動作戰鬥 玩家只要簡單的滑動或點擊螢幕 就可以移動、攻擊或是閃避 而《狂野歷險》系列中最具特色的ARM 在本作中是指 Awakening of Resonant Memories 的技術 代表了《狂野歷險》系列作中 出現的角色或是事件的回憶 玩家可以為角色裝備各種ARM 和GEAR 來強化 只要裝備ARM 之後 就可以在戰鬥中消耗魔力來使用 雖然ARM 和GEAR 都需要透過抽卡來取得 但是角色只需要推進劇情 就會慢慢加入隊伍 喜歡《狂野歷險》系列的玩家 也千萬別錯過這次的最新作品囉